對,分享一下你的回考經驗 剛才我們在說今年的放榜 其實也算是比較淡然 雖然有超級狀元 但有些也挺有趣的 何欣找了一個也挺棒的 其實有很多你以為考完會考 考完DSE成績好像很好 說真的,今時今日你在香港 究竟讀什麼科 或者讀哪間學校 你說是否真的相差很遠 其實可能已經不是相差很遠 以前也說還有一些很傳統的學校 入間比較好 讀神科就可以出來有條好路 但現在當然有一個更好的 就是快快去找工作 就算你大學畢業也好 因為今天阿賀找了一個 你先說吧,不如說那個 你有一個中大學生在網上分享 那些小孩讀完書後 就算讀蘇學也畢業 那個我找的 那個你找的 這個搞笑 有一個中大學生在分享 其實有些朋友在中大讀數學 按算是一個很專門的科學 是正確的 對 然後他說因為他在大學讀完書後 發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所以決定去做保安 然後被師弟妹看到的時候 你說尷尬又未至於 因為他又沒有偷又沒有搶 但重點就是見到他 所以他找一些工作 跟他讀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的都很關… 其實你選擇科的時候 是否真的走進去 有些科目,譬如醫生律師那些不用說 因為讀的才做的 專科考牌的 對,但譬如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可能在五至十年前 有一個科目曾經說很吃香 那些叫做營養學 是呀 這個真的想分享 之後都不見了 那些人不知去了哪裡 但營養學呢 做藥劑師那些 接下來的大潮流 就是營養 因為全球人口老化那些 我認識的朋友 就是在二十年前選這一科 無論去美國讀也好 在香港讀也好 即是不吃香 即是被人瘋棄的 即是讀金融的 那些 你搞這些東西 你搞錯了 但現在他簡直是搶手貨 即是他去養和 做過營養師 他簡直是卡人接不接 接不接的 即是營養學的一家 即是譬如你現在 有些 譬如美國現在有些 都是開一些 這些學系 其實現在很多人讀 即是運動科學那一科 是真的不 最重要是什麼 我覺得呢 譬如你幾多師那些 你現在都最矛盾 譬如你見到很多 醫護界的朋友 他們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要很短時間 沒有什麼鋪排之下 譬如過了英國 或者去到澳洲 他們說要重新再考試 他們其實都幾拗頭 出現過什麼狀況呢 我已經讀醫讀了這麼多年 你也知道要讓其他人讀多幾年 那些時間 好了 當他們一出來 他們真的做事的時候 已經開始投入了 他們有一種叫恐懼考試症 又來? 夠了 又來 又要我多轉一轉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他們選擇離不離開 或者如何再過生生活 反而是挺矛盾的 但是我看到一些 譬如讀營養學 譬如體育科學的朋友 他去到其他外國的地方 咦? 行不接到 行不接到 因為第一可能認可 第二就是 其實那個競爭性是沒有那麼大 我發覺營養學這科 在香港都未必到很吃香 想營養學 一來就想Watson市在執藥 或者在診所負責執藥 但去到外國 因為不知道是否外國人特別多 譬如身體很容易敏感 又不知什麼食材 他們吃了就很容易拿東西 就進入醫院 所以他們很注重營養學 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是五至十年前 曾經吹過這一科很厲害 那時候每個人都去讀 讀完之後 但那些人又不知道 可能一天都知道 學康所說 他去了外國找工作 否則其實在香港 我未看到有什麼 但反而有多一個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DSE畢業 你都可以不妨想想 正如剛才所說 你現在人口越來越老化 你自然那個市場一定是越來越大 例如有那些物理治療 譬如老人家健康飲食運動 然後再不是那些 你現在就應該去學瑜伽派 但那些瑜伽不是美女的瑜伽 老人家的瑜伽 對 瑜伽家 對 瑜伽家 然後你學那些 出來可能真的會賺到食 但你也要同樣地 這個世界是等價交換的 錢銀可能不錯 單都可能接不完 但你不要想著 出來找工作 會有什麼美女 至如此 不好意思 你服務的對象 全部都不是你那一層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已經賺錢好過 但你說美女 我突然想起 我們D100有一位美女 誰 D100美女 當然是說Janet 她就是營養學專家 你說你是營養學專家 對 因為她經常會桌面一堆粉 你不說就以為她是酒粉 對 這裡加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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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一杯 自製海狗丸 對 她剛剛答了例 不知道什麼酵素 什麼酵素 對 你說來聽什麼 你混合什麼 她平時 她是讀藥劑學的 你不要弄那些 你撕掉她 你一輩子的東西 我又不是讀藥劑 這麼年輕 她讀營養學 我不是讀藥劑學 她讀營養學 她經常都 我有讀營養 你讀營養學 有一點點課程 有三個課程 只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不健康 我有一陣子 其實全年都生病 我就是了 我打算去 是否靈異事件 那些 要不幫你找潘兆聰 來教他 你做錯課 應該是動紫微豆素 我想看看有哪些食物 吃完又有營養價值 我就打算讀 那你讀完後吃了什麼 好了 但我覺得在數碼講 是沒什麼好吃的 所以就算它不好吃 但需要付錢 也要吃 需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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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否則我怕她 我忘了告訴你 其實營養學可以自學 與其你給別人水 不如你給我水 一般自己喝 我曾經有段時間是自學 你自學 我自學是這樣的 因為在十多年前 我爸爸在身上開始搶 那段時間有些時間 我就去了幾間的圖書館 我就去圖書館搞什麼呢 我就找了那些關於營養的那些書 中西都有的 當然西方面我比較再深奧一點 但中方面我又領教到少少 例如原來我爸爸血壓膏之類 我便就著血壓膏 已經有些什麼搞 即是血管怎樣通到血管 例如我便在抄襪 例如原來吃多些木耳 就可以巴巴巴巴巴巴巴 在營養方面 我都自己自學了一段時間 都挺好的 我覺得都有用的 到現在都 你是不是應該都要想想 Janet 你可以像何鏗那樣 其實你在圖書館找些書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其實不需要這樣 不是的 因為我是偏向Bio那些比較多 所以讀細胞的東西比較多 靈智包子那些 應該是 讀到2046 突然搞得靈智拋襯 很古怪 做個細胞環節 阿姐來做個細胞環節 我們一起破壁 破細胞壁 我都知道這些字 說給你聽 知道這些字 厲害 說給你聽 那時候去找一些科 給大家先讀 其實現在可能更加 對於一班 DSE畢業的朋友 可能更加迷惘 迷惘最多 就是你現在都不知道讀什麼 你沒有一些主流科 以前有些科目會說 這些是賺錢科 你想不到就去讀 一定有的 到現在 這些所謂神科 賺錢科 但問題是你能不能入到 才行 門檻已經擺明 是高到上天花板 你不能入到 那時候才是最困難 究竟入什麼科目 是否入水泡科目 就是隨便玩科目 關於這個DSE放榜 除了他們有什麼想法 或者剛才說的家長 放幾塊東西出來 引導他之外 如果身邊有一些DSE的同學 其實他放完榜之後 他人都有點脾氣 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正確地安慰他 或者什麼 例如我們這些叔叔 走過去的時候 怎樣?搞什麼? 然後他說沒有 DSE考得差 你不知道在說什麼 沒有,完了 我便在肩膀的位置 拿出紅蟎 在那兒抖幾下 怎樣?大家先吃一瓶吧 大個兒子 一吃兩口暈倒後 就知道世界要落 就明白了 推兩口迷煙 你就不死了 類似這樣 但不如你 我覺得現在好很多 以前 我覺得有段時間 斷了一場 正正就是放榜的時間 家人和兒子女女 突然間有前三後三 放榜前三日和後三日 整個家人的氛圍不同了 正了很多 有段時間有段時間 很多媒體 電台和電視都教家長 他們放榜 不要發聲 不要發聲 正常 家人正常 回到去的時候 照樣煮飯 千萬不要問 不要緊張 讓自己慢慢說 不要理會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頭三日和尾三日 就會有些變化 然後父母會這樣 我覺得電台功能 都不錯 後期連電視也做了 就是深夜放榜 陪你倒數的七天 父母就暴住在雷霆881 或者七七903 又或者阿斌 你以前的節目 就是晚上的節目 就會聽聽 看看我兒子有沒有打他 原來兒子真的打他 現在很緊張 那些要在收音機找兒子 找女兒的狀態 然後我就會問他 兒子你緊張些什麼 我怕我考得不好 我就會問你有沒有讀書 那又沒有 沒有 那你不用擔心 你一定考得不好 很硬 你是不是擔心 你瘋了 傻傻傻的 你真的是這樣 這樣 這個是其一 阿諾你有經歷過DSE嗎 我是DSE年代 但其實因為我做徒兵 垃圾可恥 我不好意思說出來 我考DSE之前 那一年就去了英國 就知道自己讀書 都不行了 又不多讀書 所以不如索性過去 就行接讀那些課程 A-Level 就比較容易進大學 所以就走了過去 所以就比較少這個苦路 要繼續走什麼路 家裡又有錢 給我 就叫我你拿去逃 那些是雙感情 那些是雙感情 就是這樣 那些是雙感情 那些是雙感情 那些節目怎麼做下去呢 就是 我經常說直播 我經常說直播需要有雷球軍 那些是雙感情 那些人都在桌上拿把刀出來 對我 我何止對你 分別有兩枝雷裁 一枝是挑河坑 一枝是挑阿斌 你小心 硬度不同 我想說 你身邊那些 以前一起讀書 那些 他們又怎麼做的光景 大家都結束出來工作 DSE後 那些年後 他們的人生有什麼變化呢 那些年 因為我們都是 DSE转界不久 转了两三年 我的同学其实每个人出路都很不同 入U的入到LangU的当然最好 对他来说可能最好 但很多考出来的成绩很不理想 以前你们会考也有retake 重新再考过中六七 他们就repeat多一年 就只考到Langgrade才入大学 有人就不断考 考完出来那一年 入不到自己去学校 读不到科 于是不断再考到入到 考了多少年 有过考了三年 他想入什么科 他很想入中大 不知道是医科还是什么 他不断不断不断考 我以为他考了三年 他想入视觉艺术Poly 他很想入业 我们就觉得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他想入住 医科 很大 但你们觉得如果不断重新再考 是什么好选择 首先 重新再考 一两年可能还可以 如果不断执行 会不会很浪费降任 其实我想 你要很清楚自己才会选择这条 你真的覺得我再多買一口裝,會中的了 不會再逛了,一定是裝的了 你一定要很清楚,否則你真的會浪費時間 但很多時候,例如在連登討論區 有些會說重複了幾次,都是考不了 21歲了,一時無成哭,剛才那首歌 最後竟然繼續讀high deep 所以有些是執迷不悟 但我覺得也要忍住 例如你真的覺得今年可能差一點 最重要是你知道為何第一年要解僱分 你因為沒有讀書而解僱分 你真的剛好那天,不好意思 我考慮那天搞長沙,影響了表現 本身我是不得知了的 就說可以多接一劑 就算你接一劑也好,兩劑也好,停手 兩劑也不行,三劑是最硬的 我覺得最盡是兩劑 我當年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一劑也不行 所以我不打算有第二劑 一個人很重要,你要清楚自己 你清楚自己,不是說很厲害 我們再考一次一定行,不是贏 我很清楚我再考幾次也是不行 所以我無謂做這件事 為何要撞到牆 所以我覺得要很清楚自己的事情 譬如很多考生 其實阿斌說得很對 我覺得他說清楚自己的原因是什麼 反而我聽一些再給我兩三年的朋友 其實那一刻放榜出事 他就嘗試停一停 他們的轉捷短大 有些真的去了做一些在大學裡教書的朋友之類 現在他們是挺好的 那就是什麼呢 他放榜成績不好 他就出來工作 在工作的兩年裡 通常都是一年或兩年的情況之下 他出來的社會 覺得不對勁 問那個問題 他要自己問 就不是要大人或朋友 旁邊 對著兩支啤酒 然後弄一支煙 弟弟告訴你 阿蘇庫跟你說 你這麼快出來工作 你未來沒有前途 不會入耳 但他通常一走出來 一圈後 咦?不是啊 很糟糕 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 先上班去再考 簡直是一個大改變 因為他又會珍惜了 沒錯 而且就像阿斌一樣 就是清楚了自己 原來我當時 咦?為什麼會這樣掉 為什麼會考得那麼差 我出來工作 我原來是未完成過學業 會出現我自己有些 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上班的話 就回應很多 就要噴噴聲 所謂愛過方之情重 最過方之走農 真的 因為你真的出來工作 你才發現 究竟我欠什麼 還有其實 你做一陣子 你更加知道 其實你想做什麼 有時候讀書那件事 當然你說一些很基本的 譬如和別人溝通技巧 最簡單的 數理化學 那些東西你要學 但學完之後 很多時候 你給我 我就學 其實我之後 有沒有用 譬如現在 我走到這個年紀 我想回頭 譬如我小時候 學那些 有一堆數學 是我不知道學來做什麼 微積分 那些 sin cos tangent 我人生到這一刻 為止 我未用多過一次 除了當年考試之外 我完全不知道 我人生做過什麼 我連最簡單的 不是定理 Pyfaculous Theory A2加B2 都是C2 我記得一輩子 我一輩子都不知道 用來做什麼 我一輩子都用不出來 我連踢球的時候 我都在想 我是不是這樣 A2加B2 斜骨又會快 是沒有用過的 好 那這些我就說 其實沒有用 但譬如當如果 我回想回頭 我真的做了幾年 譬如我 我入了電台行業 做了幾年之後 我回頭 我會想 如果讓我再讀書 我有哪些東西 會想讀的 例如 可能是文字 可能是影像 我會想 究竟我將來做寫稿那個 還是剪片那個 又或者如果多了什麼 多媒體 可能我回去學一期 那些剪片 學完之後 我出來 我猛獎兄一樣 好了 但亦都反過來 去到我們現在這個年紀 30多 他人開始懶惰了 懶惰到什麼地步 就是 你叫我突然去讀 不是不行 如果我賺到夠錢 不用想賺錢 我一定會回去讀書 我真的 你什麼時候等到這一天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看到分塊 跳路近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相信是明天 我猜 我現在每天香港人 都在想攬炒這件事 我想到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對時我便會讀書 還有你回去讀書 那個心態不同 但我又覺得 像你剛才所說 譬如說多媒體 出來剪片 寫稿 很多時候出來找工作 也好 自己開始自媒體 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不看學歷 最重要的是什麼 看一條條 看你有沒有經驗 你以前做過什麼項目 丟出來給我看看 所以我反而覺得 看行業 始終也是那句 看行業 才決定學歷 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還有一個學科 如果讓我回去讀 我是很想去學的 社會學 這個學科 可能你聽起來很虛 但其實你是在捉取社會節奏 這對於做這個行業是很重要 我經常看書 都會看這些 例如以前 有個日本大前言一 好像是大前言一 說低慾望社會 你去早已拿書來看 不是躺平主義 你大底早點猜到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會找到一些trend 其實世界的變化 來來去去 都可能是有一個rhythm 你能捉到 但你要讀得多 或者你要知道法則 你才能猜到 大約人的想法 例如有一個年代 剛才我進去商台 不久還認識何亨的時候 那個年代 很流行說什麼 集體回憶 那幾年是所有事情 什麼都好 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 背後是什麼 就是你前面沒有什麼 看不到前路 你前面沒有什麼 才想到後面 你前面一堆錢 又有錢 又有女兒 又有遊艇 你怎麼走集體回憶 哪有這麼多回憶 當世界一去到集體回憶 其實現在回想一下 對 其實那個年代 那時候是什麼年代 集體回憶是2005年 就看回90年代 至到2010 好了 亦都反過來 自從集體回憶出了之後 整個行業 無論唱片 什麼都好 那段時間就開始 真的沒有什麼新人 沒有什麼跌 跌足十五年 去到今年 例如剛才說 大家很喜歡看的 MIRROR ERROR 那你才有一個BREAK THROUGH 其實是的 譬如現在那件事 亦都跟回整個社會氣候 你自從可能前幾年的社會事件 或者可能再早些 過年那時候 年初一的劑 在旺角的劑 可能已經跟你說 我們社會有一些新的Wave 我們要推出來 但只不過他們未找到一個步驟 就站了上來 來到2020年或2021年 他找到一個步驟上來 這些是你可以追求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如果讓我回頭 我會想讀這些課 我覺得人生好像真的學了一些東西 很符合你讀社會學 因為你很喜歡看那些什麼台獎 那些東西 那些都是社會學 是的 然後第一節 完 台獎最喜歡的 什麼 我現在 什麼你什麼 早幾年我們說的 最恐怖 就是千禧年那班的年輕人 最恐怖是沒有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將會消失 因為其實集體回憶可能包含著 其實每年都會發生一些事 阿斌你剛才所說的一些可能是唱片行業 我們電台涉獵到的某些東西 都看到已經瓊了 還有開始翻唱了 翻唱拿回一個認同感就是 為什麼有一首歌是九十年代初出的 但是接著之後 去到二千年有個歌手翻唱 那些人又覺得很棒 即是把那些歌詞 或者整個作品 即是阿詹翻大陸唱什麼歌最紅 就是唱Beyond的歌 這樣而已 是的 所以我覺得集體回憶 我們以前那些 其實現在還在說 就是一些我們都覺得很回味 即是一些 嘩 放下去有味道的 甜也好苦也好 開心也好 艱辛也好 現在有很多人都說 以前 其實劏房有多苦 即是阿青哥組今集的龍鳳鮮說 我當年我家裡有十一個兄弟姐妹 我去到中三之前我都是躺在地下 即是這些 這些都是拋出來那一陣鎚 即是大家互相應該要呼應那位 即是這個連線 這個集體回憶才可以連回幾代的感覺 即是就知道他們年輕人有些東西 所以就說 今天他們DSE的放榜 我都寄予 希望大家無論考得怎樣也好 你們從來都是 很噁心的 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最重要是你盡快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的方向 的清創什麼 就算你說有很多通病的小朋友 我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 當然你在這個狀態 可能別人會覺得你很游離 即是怎樣 但這個世界一件事叫剔除法 香港可以做的一百樣東西 有哪些你一直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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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沒什麼選擇的時候 或者選剩剩剩剩的 可能是你上去 或者起碼你不抗拒 那你就繼續去做 或者繼續去找那些方向 或者就算那一百樣東西 都沒有對的 你就創出一件新的出來 對 一百零一樣 對 或者想不到的話 試試過來D100做 我們這裡很多 很多都是在這個狀態 想不到自己也想怎樣 對 因為我們這裡都可以試試 想找義工團 大家可以來D100到面試一下 對 我們會抽回啤梨的方式 我們有一個 啤梨義工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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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對 一個 很厲害 對